耶律大使去世后仅仅过了六十多年 曾经横扫西域的西辽帝国就灭亡了 那么在耶律大使去世后 西辽帝国都经历了哪些风雨 西辽帝国究竟是怎样灭亡的 中国现在的五十六个民族当中并没有契丹族 那么西辽亡国之后 这个曾经创造了辉煌文明的契丹民族 到底去哪里了呢 请继续收看 北京海边教师进修举校高级教师袁土飞 讲述赛北三朝之聊第二十三集 帝国末日 中华民族的历史 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在中国的赛北草原之上 曾经先后兴起了契丹族建立的辽国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 和党相组建立的西夏 那么这几个民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又在中华民族的文凭史上 留下了哪些不可承认的贡献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边教师进修举校高级教师袁土飞 讲述赛北三朝之聊第二十三集 帝国末日 上一讲我们讲到公元1143年 西辽康国十年 耶律大使带着无尽的愚恨闭上了双眼 他就是西辽的第一代皇帝 德宗皇帝 耶律大使归天驾崩以后 因为他的儿子年幼 所以他一命让皇后萧塔不燕摄政 塔不燕就是西辽实际上的第二代统治者 赶天后 《辽史后妃传》当中记载 说辽以安马为家 后妃往往长于摄狱 君旅田列 未尝不从 辽以安马为家 马背上的民族 所以后妃也长于摄狱 君旅田列 未尝不从 甭乱打仗 还是打猎 这些个后妃们都跟着 所以辽的后妃也是马背上的一代 马背上成长起来的 西辽的这些个后妃就更厉害了 赶天后塔不燕摄政的时候 年号贤清 他是太后摄政 自己给自己取年号 我们看这要在以往的历史上和以后的历史上 别的民族的政权 尤其汉民族政权的历史上 没有说皇太后摄政 幼主年幼 太后摄政都是自己取年号的 武则天他是当了皇帝他才有年号 他当太后都是也没有年号 年号应该是皇上的年号 只有赶天后自己给自己取年号 年号的贤清 自己取了年号 赶天后摄政的时候 当时的回胡人 前使去金国 给金国贡献礼物 捎带手跟金国汇报了一下 你们又恨又怕的耶利大使已经死了 现在是他媳妇执政 孤儿寡母 主少国仪 金国皇帝一听 非常高兴 我的宿敌耶利大使终于死掉了 从此以后大金高枕无忧矣 然后金国就派了一个使臣 叫詹歌寒奴 封他为武艺将军 出使西辽 去招降西辽 所以詹歌寒奴就不远万里出使 经过了回胡人的地盘 终于来到了西辽本土 因为西辽的势力很大 很多附属国 但是他的本土要经过这些附属国才来到 正好遇到了在郊外打猎的赶天后 我们看辽不但君主爱打猎 后妃都爱打猎 赶天后在郊外涉猎 詹歌寒奴遇到赶天后之后十分无礼 坐在马上 他不下来 按说赶天后是西辽的君主 你不过是一个使臣 你应该下马参拜 他不下来 而且还一口一个反贼的叫赶天后 赶天后大怒 拉下马来 乱刀砍为肉泥 所以可想而知 当时西辽的国士很强盛 所以才敢把金国的使臣给杀了 你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 上国之臣当下邦之主 谁是下邦 我是大辽的太后 你一个金国的使者如此无礼 送他归天 就把这个人给杀了 那么赶天后在位一共是七年 七年之后 他的儿子长大成人 于是他就把政权交给了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叫耶律一列 耶律一列 就是西辽的第二代皇帝 但是第三代统治者 辽仁宗 仁宗的年号叫绍兴 这个年号跟宋高宗的第二个年号完全一样 俩字完全一样 叫绍兴 所以在辽仁宗绍兴初年 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 史书记载 吉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 就是说 西辽在他的直属地内 附属国不算 直属地内 他调查十八岁以上能服兵役摇役的男子 八万四千五百户 发展出当时西辽国力的强盛 已经具备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兵源 在这个时候 仁宗 全国摄政不是自己的皇后 而是自己的妹妹 耶律朴素丸 来全国摄政 所以说辽的后妃公主都很厉害 耶律朴素丸 全国摄政 仿效自己的母亲赶天后 自称成天太后 跟辽圣宗的母亲 辽景宗的皇后 萧燕燕 萧卓的尊号是一样的 成天后 因为辽的国力的吉盛 是在圣宗时代 那么圣宗时代的强盛 恰恰是他的母亲成天后给奠定基础 所以耶律朴素丸自称成天后 可能也是效法前嫌 所以他也给自己上尊号 叫做成天后 改元重复 跟自己的母亲赶天后一样 也自立年号 年号的重复 可惜的是 辽帝国成也成天 败也成天 恰恰西辽帝国由胜转衰 就是在成天后时期 当时我们讲 在西辽帝国定顶中亚的过程当中 前面两讲 我们都有一个印象 有一个部族是经常出现的 就是葛罗路人 时而归降 时而反叛 今天朝秦 明天暮处 所以他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且葛罗路人 他作为游牧民族 居无定所 随身就携带着武器 所以西辽统治者认为 葛罗路人是个隐患 是个心腐大患 所以西辽统治者就希望 把葛罗路人除去 当然西辽统治者并不希望自己动手 除去葛罗路人 怎么办呢 他就让花辣子摩 花辣子摩不是他的附属国吗 除去葛罗路人 所以花辣子摩就跟葛罗路人开仗 跟葛罗路人开仗之后 花辣子摩不敌葛罗路人 葛罗路人当时可能是 因为游牧民族的这种骁勇未退去 比较善战 所以花辣子摩不是葛罗路人的对手 因此花辣子摩就向西辽求援 那么在他向西辽求援的时候 西辽为了进一步的控制花辣子摩 因为花辣子摩每年除了要交纳三万金底纳尔 还要派人到西辽来做人质 所以这个时候的耶律普苏丸就派自己的丈夫率兵 把花辣子摩送来的人质护送回去 做花辣子摩的杀 所以在这个时候 葛罗路人起兵 西辽就派人护送花辣子摩杀归国 所以当时的政局就比较动荡 在政局动荡的这种情况下 耶律普苏丸作为统治者因私费工 干了一件很不地道的事情 什么事他干得很不地道呢 就是耶律普苏丸跟自己的小叔子私通 你跟小叔子私通 说点不太好听的话 你隐蔽点也就完了 毕竟你是一国之主 大家也就是一个可能性也不知道 知道了也不敢说 结果他可能不满足于做的陆水夫妻 他想长久起来 先是把驸马降为东平王 人明明是驸马降为东平王 然后又把驸马给害死了 这一下事闹大了 他驸马的父亲 就是他的公公了 就是耶律普斯王的公公了 是辽国的 是西辽的开国元勋 我们前面提到的六院司大王萧沃里拉 所以萧沃里拉可能比较长寿 这个时候还健在 萧沃里拉一下就急了 萧沃里拉带兵入宫 射死了耶律普斯王 和跟耶律普斯王私通的耶律普斯王的小叔子 这个也没太明白 要说这俩人都是自个儿的儿子 你已经死了 一个儿子了 那就将错就错就完了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萧沃里拉这么想不开 一定要要给大儿子报仇 所以就把耶律普斯王和自己的另一个儿子 一块给射死了 射死了这俩人之后 这个萧沃里拉辅佐人宗的儿子继位 那人宗的儿子叫耶律直鲁古 辅佐这个耶律直鲁古继位 耶律直鲁古就是西辽的末代皇帝了 耶律直鲁古继位的时候 西辽的国政已经日益腐败 而且军政大权早已落入外戚消逝之上 那么耶律直鲁古成绩大统治后 会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呢 耶律直鲁古接过了这么一个烂摊子 国力已经在衰减的情况下 耶律直鲁古为了维护辽的声望 为了维护辽的声望 连年对外用兵 更是使板已经须耗的国力 进一步消耗掉了 特别是耶律直鲁古 他当时急于想把呼罗山地区全部占领 所以他为了占领呼罗山地区 就跟当时这一地区新生的力量 古尔王国之间展开了战斗 古尔王国是阿富汗北部的一个政权 跟着古尔王国展开了激战 结果跟古尔王国激战的时候 辽军惨败 伤亡达到了一万二千人 所以等于国力大伤 辽跟古尔王国一打败 这个国力一大伤 就出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 附属国就开始离心离德了 原来你国力强盛 我不得不听从于你 现在你也能被别人打败 所以这些个附属国就开始离心离德 有的附属国就甚至开始停止向西辽进贡 就开始停止向西辽 你比如花辣子摩 每年三万金底纳尔 不改了 开始停止了对西辽进贡 不但花辣子摩停止了对西辽进贡之后 西辽的皇帝很生气 叶律直颅谷很生气 就派遣使臣到花辣子摩的宫廷去责问 花辣子摩的杀 当时叫摩克末 摩克末杀 他知道凭着自己的国力 还不足以跟西辽公开翻脸 西辽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何况那会儿还看不出来要死 他只是英雄耻目 凭着我们的国力 还不足以跟西辽闹翻脸 西辽虽弱 置我有余 所以怎么办 摩克末杀 吓了就没敢见西辽使臣 让字的妈去见西辽使臣 让自己的母后去见 母后甜言蜜语的比较会说 就跟西辽的使臣认错 我们错了 该给的供付 我们给 我们加倍给 加力气给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帮着我去打古尔王国 你帮我去打古尔王国 为什么 因为古尔王国 他也让我纳供 你说我是给你还是给他 他新兴的强国 他打我 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 你能不能帮我去打古尔王国 那么这个辽 是拿了人家的手软 还是吃人家嘴短 咱就没想明白 不明白怎么回事 他果然就出兵去攻打古尔王国 而且派去把古尔王国的大将 就是当年打败仗的那个大将 又来了 当年把我打败 我又来了 这一次的西辽 可以讲是倾尽国力 跟古尔王国激战 果然把古尔王国打败了 因为古尔王国毕竟是一个新兴政权 不是西辽的对手 可是一仗下来 西辽的国力几乎也就耗尽了 欲蚌相争 渔翁得利 花辣子摩趁机发展壮大 等于西辽为他人做嫁衣裳 给人家火中取力去了 所以花辣子摩趁机就壮大 西辽打完了古尔王国之后 就跟花辣子摩要钱 我帮你打的仗 我现在伤亡这么大 我的消耗需要补充 花辣子摩不但不给西辽补充 还出兵进攻西辽 你打的 我给谁让你打的 所以翻脸了 花辣子摩公开翻脸了 还出兵进攻西辽 大败西辽军队 俘虏了西辽的大将塔阳谷 就是两次跟古尔王国激战 那等于是你的救命恩人 虽然他第一次打败了 第二次他打赢了 两次都是塔阳谷去打的 结果塔阳谷跟花辣子摩打弹被服了 西辽就丧失了对河中地区的控制 河中地区的控制一辈丧尸 回湖高昌王国 杀死了西辽的少奸 投奔了蒙古 成为了新兴的蒙古政权的附庸 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 西辽已经是两面受敌 东西两面的附属国 都不存在了 国事已经在这衰落到了 顶点 西辽的国事已经衰落了 可是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律之入骨 好心收留了一个人 没想到 却是引狼入室 直接导致了西辽的灭亡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个时候 给西辽致命一击的打击 到了 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当中 打败了奶蛮部 奶蛮部的太阳汗败王 太阳汗的儿子 也就是奶蛮部的王子 屈出律 走投无路 投奔了西辽 耶律直鲁古 看到这个屈出律 穷促来头 动了侧隐之心 接待了屈出律 而且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等于屈出律就成了西辽的驸马爷 耶律直鲁古的这种所作所为 无异于引狼入室 你对屈出律了解不了解 不了解你就敢收留他 这是一只胃不保的白眼狼 即便屈出律真孝顺你的话 你收留了他 他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最大的强敌 就是蒙古 对吧 你收留他等于就把蒙古给招了 蒙古打败了奶蛮部 四处撒网逮得屈出律 你这个时候你敢收留他 所以史书上记载 耶律直鲁古他出去打猎 石秋出猎 乃蛮王屈出律 以伏兵八千勤之 而聚其位 遂袭了衣冠 尊直鲁古为太上皇 皇后为皇太后 朝夕问起居 以事中焰 直鲁古死 辽绝 屈出律 不但不对耶律直鲁古感恩戴德 相反他篡夺了西辽的王位 他利用这个直鲁古打猎的这个机会 在直鲁古打猎的必经之路上 埋下伏兵八千 一下就把这个直鲁古就给抓了 抓了之后 他尊直鲁古为太上皇 皇后为皇太后 朝夕问起居 假惺惺的 您今天心情愉快吗 你说他能愉快吗 你给他软禁起来 他能愉快吗 所以两年后 耶律直鲁古忧愤而死 屈出律就当了西辽的皇帝 国号没有改 但是里边的内壳都已经完全变了 等于契丹民族耶律式的统治 到此就算是终结了 国号还叫西辽 皇帝就换成了奶蛮人 换成了驱出律 如果你驱出律 在这好好干 继续经营 也不是不可以的 问题是驱出律一来 倒行逆施 把这个西辽搞得是民怨沸腾 倒行逆施到什么程度 我们知道要想在这个地方坐稳 必须要尊重伊斯兰教 尊重他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耶律大使和以后的历任统治者 这一点都做得很好 耶律大使本人明显是个佛教徒 因为辽朝皇帝都是信佛的 都是奉佛的 所以耶律大使是个佛教徒 但是他对于伊斯兰教非常尊重 他一再写信告诫自己的臣下 也要尊重伊斯兰教 每年到伊斯兰教的节日 他都要用伊斯兰的方式 向他的子民表示庆贺 或者表示祝贺 结果这个驱出律一来 把这一切就全都给变了 驱出律本人是个井教徒 他后来入赘西辽 在公主的劝说下 放弃了井教的信仰 又皈依了佛教 皈依了佛教 所以他做了西辽的皇帝之后 就强迫境内的穆斯林改宗 这样一来的话 西辽的老百姓可就怒了 可以讲 风烟遍地 大家盼星星 盼月亮的盼着解放者 早点到来 赶走驱出律 快点把我们给解放 在这种情况下 蒙古大军由名将哲别率领 两万大军进攻西辽 一二一八年 西辽被蒙古锁灭 到此为止 西辽政权的历史就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一一三二年 耶律大使称帝 到一二一八年灭亡 将近九十年的时间 西辽在新疆中亚地区 存在了将近九十年的时间 西辽灭亡之后 西辽的大臣 在今天伊朗的克尔曼省建立了一个政权 这个政权被称为后西辽 又叫齐尔曼王国 但是这个政权已经是完全伊斯兰化的政权了 跟真正的契丹族的典章文物已经是一点都不沾边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辽的历史 那到西辽灭亡 实际上呢 就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 作为辽的主体民族 契丹民族 曾经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辽帝国 但是伴随西辽帝国的灭亡 契丹民族也随之无影无踪了 就连在今天五十六个民族当中 也没有契丹族 那么在西辽灭亡之后 这个民族究竟到哪里去了 金在灭了辽之后 因为这个金跟辽的仇非常大 可以讲真是不共戴天的仇 所以基本上像辽的宫史 这个陵墓 就辽国的贵族的坟墓也好 皇帝的陵墓也好 都被金军给毁了 只要找到辽国的地灵就毁灭一空 包括辽的大臣坟墓 因为当时的陵墓它肯定很壮观 一上见中全都给你毁掉 都城什么都给你毁掉 泄愤 把尸体从棺材里拖出来暴尸 泄愤 非常的生气 征服了辽之后 金作为统治民族 金作为统治民族 一开始把契丹人编入金的社会组织当中 可是并没有把契丹人打散 就是金的社会组织就是猛安谋客 猛安就是千户 谋客就是百户 所以他把契丹人也编成了猛安谋客 也这么编 猛安谋客 结果他这么一编 他在金的统治下 契丹人由原来的统治民族 主体民族就变成了被统治阶级 金对契丹人是很防范的 而且很敌视的 他不允许契丹人拥有自己的旧性 你原来不是姓耶律 姓萧吗 现在改了 耶律式改成伊拉式 萧式改成石抹式 所以你以后你是耶律式的人 你不许说自己姓耶律 你姓什么 姓伊拉 你姓萧式 萧式改成石抹 所以我们看金朝 其实有好多名臣 什么石抹明安 石抹狗狗 他原来都是契丹人 他都是契丹人 这石抹式就是原来的萧式 等金世宗在位的时候 就把契丹的民族就打散了 原来契丹的蒙安谋克 现在就把他打散 打散之后 让他跟女真也好 跟汉也好 跟其他民族也好 混之 所以这样一来的结果 就是很多契丹人 可能就融入到了其他民族当中 很多契丹人就融入到了其他民族当中 所以当后来蒙古成吉思汗 崛起于墨北 成吉思汗兴起之后 对金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成吉思汗一打金 很多契丹人揭竿而起 想恢复故国 配合蒙古人跟金作战 一度在今天的中国东北建立了东辽和后辽政权 当然这两个政权的寿命都是谈花一线 很短暂 一两年两三年 那就全完了 东辽和后辽政权 然后契丹人有一部分人就恢复了自己的旧姓 我原来姓耶律的 我还姓耶律 我原来姓萧的 我还姓萧 但是有的人就没恢复旧姓 所以契丹人就由两个姓变成了四个姓 耶律 萧 石抹 尼拉 四个姓 那么蒙古人兴起之后 蒙古人兴起之后 攻打金之后 很多的契丹人就投降了蒙古 比如说我们上一讲讲的著名的契丹的名臣耶律储才 耶律储才和他的儿子耶律柱 他们的坟墓就在今天的北京的颐和园里边 被发现的 两个人在蒙古都做到中书令一级的高官 宰相一级的高官 他们等于就恢复了自己的旧姓 然后很多的契丹人可能就此就融入到了蒙古民族当中 当然也有很多契丹人就融入到了汉族当中 虽然很多契丹人已经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 虽然今天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里并没有他们的民族 但是契丹族这个曾经为中华民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民族 这个曾经辉煌灿烂的民族 他们的后裔还是流传了下来 那么契丹族的后裔现在究竟生活在哪里呢 他们又存在于哪个民族之中呢 根据学者的研究和测算 推算学术的考证 包括DNA 包括这些东西的考证 比如说从出土的契丹古师的身上截下一块骨头 然后进行DNA的检测 然后跟今天中国境内各民族对比 发现今天中国东北的达沃尔族的基因跟契丹人最为相似 末代皇后宛容就是达沃尔族 这个民族呢在这个后来就是金灭亡以后啊 就是就是这个回到东北 就女真嘛 女真各部 他就属于当当当他就属于这个野人女真 后来在清朝的也是在八旗里面 但是呢这个达沃尔族啊 在清朝就有人认为他们是契丹人的后代 就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人把达沃尔的酋长就称为契丹酋长 因为他们的语言 风俗 习惯 很多东西都跟契丹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语言很相似 然后他们风俗习惯很相似 东象拜日 举火烧天 这些个习俗都非常非常的相似 这个达沃尔人的狩猎 训鹰 猎鹰 他们的这种生产生活也跟契丹人很相似 达沃尔人酷爱下围棋 但是他的围棋跟我们今天的围棋的格式不一样 而与辽木当中出土的围棋 十分相似 因此学者就认为达沃尔人很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代 然后还有一个论据什么的 就达沃尔人 他供奉一尊神 这个神叫萨库列尔佛 那么萨库列尔佛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萨库列尔是一个人 是八百多年前契丹北迁的首领的名字 所以大家就认为 说契丹人除了融入其他民族之外 可能还有一步回到了东北 这一步人就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了下来 就是萨库列尔他带了这一步人 世世代代就生息繁衍了下来 所以很有可能达沃尔族就是萨库列尔带来了这部分人的后代 另外你比如说 达沃尔人规定 同性为友 异性为婚 同性的只能做朋友 异性的才可以结婚 这个姓氏是姓氏的姓 不是姓别的姓 姓别的姓当然不能为婚 同性为友 异性为婚 这个就跟契丹的习俗是完全一样的 耶律氏只能跟萨氏结婚 不能耶律氏跟耶律氏 萨氏跟萨氏 你比如说中原就是出了五福了 张王李赵 张也可以找张王也可以找王 但是达沃尔人不行 同性只能为友 异性才可以为婚 所以很明显也是契丹风俗的影响 所以在今天看来 就是学者们认定 如果说契丹人有直系后裔的话 就应该是中国东北的达沃尔族 他们是契丹人直系后裔 然后这个结论出来 普遍被接受 然后又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又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学者在距离契丹老家 千万里之遥 几千里之遥的云南 发现了契丹人的后裔 说云南契丹人的后裔 直系后裔 大概有十五万人 这些人自称为本人 就我本人 他们现在的民族成分是田汉族了 但是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契丹人的直系后裔 是跟随当年蒙古军南下留在当地的契丹人 1990年两个研究所在今天的云南的地区进行了一番调查 调查之后发现当地的本人 本人他们有很多姓 比如说姓蒋的 姓李的 姓赵的 姓和的 有很多姓氏 他们原来在姓氏前面都加上两个字 阿莽 阿莽蒋 你姓什么 姓阿莽蒋 阿莽李 阿莽赵 后来明清以后 阿莽俩子就去了 但是他们自称本人 说本人的体质特征与当地的云南人也明显的不同 因为身材比较高大 与当地的云南人明显不同 而且说这个调查发现 就本人的墓碑上发现有契丹的小字 然后在德宏 歹族 景坡族自治州的一户人家里边 发现了一部家谱 发现了一个家谱 这个人姓蒋 原来的阿莽蒋 他这个家谱呢 叫孟版蒋氏家谱 记载了这个家族的变迁 那么这个家谱里边有这么几句话 蒋氏祖先姓耶律氏 明阿宝基 创建辽朝 为今所灭 后裔以阿为姓 又改为莽 因为这个辽一灭 我就不能再叫 我就用阿宝基的名字的第一个字做姓 阿姓 后来太明显 后来太明显怎么 就改成莽姓 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 受武略将军之职 明朝鸿武年间 因历川平勉叛有功 分寿长官司 并世袭土职 又经历数代 改为蒋姓 这个族谱清楚的记载了 蒋氏 蒋氏家族的由来 我们本来是耶律阿宝基的后代 后来这个辽王之后 我们就改姓阿了 后来又改姓蒙 然后在元朝南征有功 受我们武略将军职 明朝初年 又帮助这个明朝平叛 有功 然后就做士籍的吐司 后来改为蒋姓 后来又发现了一座蒋氏的宗祠 祠堂的正门是开在东墙上的 完全符合契丹人东向拜日的传统 它这个逐日而居 向东 然后这个祠堂上边 这个刻有转字 耶律两个字 蒋氏宗祠的扁底下 有一幅对联 对联写的是耶律亭前千株树 芒讲词内一堂春 耶律亭前千株树 芒讲词内一堂春 明确的表明了 这些人是契丹族的后裔 而且在祠堂的壁画上 发现了浓郁的北方草原风格的这种 绘画 那个地方是已经到了热带亚热带了 绝对不可能有这种草原风光 那地方人世世代代在那里定居 可能也都没见过草原 凭想象是不可能描绘的如此生动准确的 一定是他们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 告诉孩子 当年我们是就住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来到这 他才有可能把这个壁画一代一代的保存下来 所以最后历史学家还有人类学家 一致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保留契丹人的基因最完整的 或者说如果契丹人有直系后裔的话 应该是东北的达沃尔族和云南的本人 这些人是契丹民族的直系后裔 所以这样的一个开创了210年算上西疗将近300年天下的一个民族 在今天中华56个民族之内还是有后裔流传下来的 他们是今天中华大家庭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们的历史毫无意外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 是我们中国辉煌灿烂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单民族建立的辽 就被后来女真族建立的金就给灭掉 我们这个讲座叫做塞北三朝 辽到今天为止就已经讲完了 关于灭了辽的金 女真民族建立的金 又有哪些精彩绝伦的故事 这个等到下一个系列再讲 谢谢大家 明朝永乐皇帝朱棣 他开创了一个辉煌的盛世 书写了远迈汉唐的传奇 他弑军夺位杀人如麻 却扛起了明朝两百年的江山 他开疆拓土 威服死方 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之统一与完整 据网引 他的威名却被淡忘在了历史的红尘深处 是也非也 让我们重回六百年前的大明王朝 百家讲坛邀请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船先生 带您一同走进 永乐大地开创的永乐盛世 今次回答案